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英灵 开始之前 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加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的时候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 今天的节目有一点点灰暗了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谈到的是 在现在或是过去的生活中 有很多男女因为一时的不慎 或是事后不知道怎么样的防范 或是弥补抱着一点博弈的心态 而让女方怀孕了 但彼此之间有时候没有感情的基础 或是经济状况上的不允许 有时候只是一时的激情 甚至连对方的身份都不清楚 更有的是被性侵害之后 不得不终止的怀孕 这些事情其实不只是现代才有 在过去只是没有曝光出来而已 当然生命啊 它是一个无上的贵宝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好好尊重 在非使用需求下 牛羊鸡犬都是我们应该要尊重的生命 各位没有听错 这些东西的狗也是古代的六处之一 也是养来吃的 只是他的附加作用很大 他可以看家 可以协助狩猎 所以后来就不吃他了 变成人类的鹰犬中的犬 成为人类的助手 好 回到我们人类身上 怀孕了 老师站在武术老师的立场 当然还是要建议的 如果能的话 而且两个人他都有一个感情基础了 只是经济上的问题的话 那不妨可以先试着跟长辈寻求帮忙 或是咨询专业的机构 是否有可以协助处理的方式与空间 当然 可想而知的 跟家里讲未婚怀孕 大部分都会有很大的风波 但无论多大的风波 哭一哭 叫一叫 骂一骂 暴风雨终究会过去 爱你的人会因为你的不慎 感到了心痛 很多时候 当事人会以为长辈或是家人在意的是面子的问题 其实更多的时候 家人只是用这种理由来包装自己对你的心疼而已 但是无论如何 只要愿意面对处理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有尽力的 然而这一切都是要尊重母体 也就是怀孕的女性 她个人的决定 因为这个怀孕的过程与未来生产的补育 没有人可以帮助她 如果我们把事情考虑透彻了 母体本身已经下定决心了 要终止怀孕了 也请身边的人能够支持她 因为被动所述的是那位女性母体 而不是旁边的人 即使周遭人认为这个女生 你怎么这么不治安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怎么这样子的 不会保护自己 所以才会怀孕呢 那么终止怀孕 这个手术也是她要面对的结果 这个时候 在法定的时间之内 请不要给她更多的责难 因为做这个决定不容易 要受这个手术更不容易 宗教于道德的框架 我们就不要给她更多的痛苦了 毕竟被动手术的不是我们 不是吗? 而今天的主题是在一个怀孕的母体 在失去 在这个小孩以及失去发育成长的机会后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处理呢? 首先老师要区分一下几个大类 第一个是因为自然或因病流产 另外一个才是人工流产 也就是俗称的躲胎或人流 首先我们谈到自然流产 譬如说什么呢? 胚胎自己没有了心跳 或是停止了发育 这个时候 并不会有所谓的阴灵的产生 或是留在阳次间的状况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天命 天命让她无法在这次受胎的时候 能够出生 所以本身的母子缘分 一开始就没有了 也就是无名也无分 原本应该投胎的灵魂 也会有灵界的有关衙门 会去带回 但是很多的情况之下 是这孩子本身就没有被安排投胎的机会 也是有的 当然佛教有另外一方面去称为说 有心跳之后 他就极为什么有情之众生 但既然胚胎是自己停止发育的 那请母体 你不要挂怀 只是缘分没有到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不用太过内疚或是心痛 这只是一个生理的循环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就谈到 假设他是正常怀孕 但是母体身体有疾病 在法定期间之内 必须终止怀孕 才能保住母体的健康与生命 一般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并不会有业障或业力的产生 因为是慈悲 这个慈悲是友情之生命 失去了自我的生命 你又怎么样能够尽到富裕的职责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外出 假设我们已经预定了 什么时候 要去做这个终止怀孕了 建议前往要供奉祝生娘娘的庙宇 或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庙宇 向祝生娘娘禀报 祝生娘娘在上 那姓氏性理 某某某因病 必须终止怀孕 恳请祝生娘娘 广开慈悲 建议这个孩子 前往下一个有缘的父母身边 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任何一切众生 他的生命都是尊贵的 所以母体的生命也是尊贵的 如果因为治疗的需要 例如放化疗 或是身材有危险 或是现在需要用到的药 会导致胎儿的疫变 请以母体为主 因为母体 他不仅仅是怀孕的母体 他也是别人的宝贝女儿 虽然很遗憾 必须终止这次的怀孕 但是同时也拯救了别人的女儿 心生虽然值得祝福 但未必是需要以母体作为代价 您说是吗? 再来就是产检发现 在法令期间之内发现这孩子可能是高风险的 例如唐恕儿或是智能上或是肢体上或是任何一切状况 会有重大的残缺障碍 这个时候勇敢的持祥就是一种选择 生命啊 它是一个深深不虚的循环 但是父母却仅能保护子女一段时间而已 有时候在考量到无论是现实状况 或是长远的孩子 他的治理的问题 在确诊的时候 法定期间之内 终止怀孕 其实是一种勇敢的大爱 事实上这个女灵魂有机会前往下一个次出生的时候 能有公平的待遇 这种慈悲 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这对整父母 因为负责操劳养育的从来都不是外人 当残疾之女受到欺凌与生活困难的时候 也不会是这些闲言闲语人会接受负责照顾 那么这样勇敢的慈悲 没有人可以说三道四 也不应该被冠以什么 这个是有业力或业障 因为这是父母对于子女另外一种真正的大爱 然而能的话 我们还是前往祝孙娘娘 或者观世音不善的庙宇 前往禀报一下 他的助导词大概如下 姓氏姓女某某某因禅检发现 怀胎之后 具有某某残疾 为求子女不受艰苦 在山确诊无误之后 决定终止怀人 情非得已 姓氏姓女 寇请祝生娘娘 广开慈悲 引领此无缘子女 前往下一段旅程 并且让她在下一次降生之时 能够完整健康 有个爱她的父母 那将会在某年某月 某日某时 前往某某医院某某诊所 终止怀孕 百寇谢恩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什么 按照你当地的习俗 看下直辈寝室 或者是按照当地的礼拜 也就可以了 当然有人会说这个风凉话 就说孩子有餐饥 没关系 你当做是你上辈子欠她的 她这辈子来讨 好好照顾她 当做还债 这种说法 就让那些说出这些话的人 出钱出力了 帮忙照顾一辈子 因为业障啊 老师还在跟各位讲 业障业力这种东西 抱债己身 你无话可说 抱债子女 再说是还债 这是一种烂情的做法 为什么说得出的人 自己都做不到 却总是喜欢把这种道德标准 往他人身上扣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法 他纯粹是像看别人痛苦 然后自己也行为好像很慈悲 为什么 他挽救一条生命 哎呀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啊 这在做什么? 假道学 任何法的初衷 都是希望人现世可以幸福 而不是现在的痛苦不堪 然后去期待死后的超脱 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注定是要受苦的 那勇敢的持配 就是给他另外还他自己在的机会 而不是让自当这个孩子周边所有人跟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痛苦 是吗? 再来就是我们要谈到的 要重点的 就是有一些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 就没有做保险套啊 没有做避孕 导致了怀孕 但是又考虑到现实 必须由母体来决定终止怀孕 那么老师必须说一件事情 除了遭受性侵害而终止怀孕之外 他的业力是属于加害者100%承担这个事情以外 其他因为自主的性行为 没有做好保险措施 而导致怀孕又得要流产的这个举动 他是有业力的 为什么? 因为自己与对方的性行为上的不慎 导致生命必须因为你们的这个问题 要必须消逝 这个业力在我们反省并弥补这过错之前 我们都必须带这个业力来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 但是自己的做错的事情 不应该有其他的灵魂来受到处罚 对于这个问题 在手术前,老师建议各位一定要什么 前往祝孙娘娘或是你信奉的庙宇或寺院 向神明禀报忏悔 无论是男方或女方都应该要前往 当然有时候已经可能分手了 或是什么状况 各自分开拜或是各自拜或都是应该要去做的 他的助导是 大致是如下 姓女或姓氏某某因意识不慎而怀人 然百般考量 限时无奈 必须终止怀孕 姓氏 姓女预计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在某某医院或诊所进行终止怀孕 万般有罪 罪在姓氏 姓女与胎儿无关 愿请某某生广开慈悲 能于该死神恩引礼 引导无缘子女往生极乐 所有罪责将由无缘父母共同承担 以上在手术壁后 能的话 当天或是隔天再次前往庙宇 带一些糖果零食吧 请神明转交与这些无缘子女 让他们路上享用 也算是最后一个心意了 至此以后 这些准父母 无论后来 你们有没有继续你们的姻缘 但是希望你们要记得 因为你们曾经犯了错 在余生 一定要诸善奉行 事善与善行善 来消灭自己的这个业力 因为你一时的错误 而让一个可能美好的生命 没有诞生 最后老师要讲的 无论男女 如果你曾经做过 非必要性的人工流产 也就是堕胎 但从来没有对孩子做过些什么的 有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了 有的他次数多到数不清了 还有如果你还有点责任心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到这个视频 老师告诉你 你该为这些子女做些什么了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非必要性流产的孩子 他的灵魂 并不一定会及时的被灵界的死者所带走 为什么 因为他的阳寿根本就还没有进 而是被我们大人所强行宗旨的 所以孩子 他是很有可能 还无法离开这个人世间 也不知道何去何从 只能待在父或母身边 这对无缘人的父母 有没有影响 一定会有 老师本身就有见过 即使是同一对父母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 在谈恋爱的时候 哎呀没做好保险措施 所以说这个母体 就做了好几次流产手术 但是他们最后结婚了 但是却再也难怀孕 或是容易什么 容易生病 无论父母都可能自己多生病 家运不顺 事业不顺 财运很差 这些都有可能 绝对都是很负面的折扣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 哎 老师这个只是一个 过程嘛 也只是为言耸听吧 你太迷信了 老师的身份 必须要职责 这是我的职责 我必须亲自告诉你 我们应该要把孩子好好的送走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请为孩子在适当时候 办一个超度法会 一一的请神明天地神明 来把孩子接种 让他们不要在这个时间留恋 但是如果你的经济实在是很紧张 那么请前往庙宇或寺院 把每一次人留的过往 一意向神明、自首、惨罪 尤其是男性 为什么呢? 一个生命无法诞生 男性是绝对需要负大部分责任的 一个男人 让一个女人怀孕 却又没有能力照顾 而让女方必须接受手术 让你的孩子失去了生命 这些业力肯定是男方必须要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而女方接受每次手术 对她的身体都是一次不可逆的伤害 如果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那男方请你要务必要照顾好女方之外 更应该的是对你的行为做出忏悔 如果你实在没有能力 请专业的老师或是僧人做些超度 那至少你得要跟神明发愿 或是让什么呢? 让你自己能够为这些孩子做一些善举 无论事善与行善 尽你可能的 替孩子去做这些弥补 甚至你愿意送多少经文 无论如何 都要回向给这些子女 你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个人拿不到任何功德 因为全部都要给这些孩子的 也要请这些神明 能的话 开恩 引你这些无缘子女 前往下一段生命旅途 不要让他们在留恋在这个世界了 这个世界 永远都是说不完的故事 面临到许多的无奈 但是做错的事情 就是做错了 该受的业律 该受的处罚 我们就必须要接受 我们可以改过 我们可以弥补 但是要记得孩子永远是无辜的那一群 我们无法生养他 那至少我们要送他好走 您说是吗?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下方有我们2020年的流年解析 以及老师推荐的各项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老朋友回顾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这里有老师的微信号 可以与老师联系 若你有对英灵超度 或是有相关的问题 男性 你可以与老师联系 女性 老师在下方 有精灵老师的频道 也是我们前官门的师母 精灵老师的频道 你可以请精灵老师来寻求协助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